我是波神风 我被航班延误险给忽悠惨了 3月23日我在航旅纵横上买了个全年延误保障499元 一年中我乘坐的航班延误就赔 6月22日我乘坐的CA42284航班 延误近4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图片是中国国航给我开具的延误证明 航旅纵横人工客服说 没有达到理配条件 不赔 航班延误时间是以实际到达时间 与变更后最新的计划到达时间差值为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举例啊 原本你一点起飞五点到 飞机延误了3小时 也就是四点起飞八点到 八点就是你最新的计划到达时间 航空公司会更新告知旅客 那八点到就不是延误了 如果按照这种计算方式 那岂不是永远都不会有延误了 耍猴呢 甚至航旅纵横官方还回复我 我延误的航班提前24分钟到达了 航旅纵横玩文字游戏是真有一套 给大家提个醒啊 以后买这种所谓的延误保障 一定要看清 我们看看后续 会如何 要注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